走进猛虫世界,发现更多乐趣 Hello,这是猛虫之文会,我是肖肖 万物皆有灵,动物们也是有感情的 当人类救助它们之后,动物们也会向人类表示感谢 虽然它们不会说话,但是也会用自己的方式表达 这天,一位男子路过河边时 发现水底有一只正在挣扎着的野猪 大概是失足不小心坠河了 男子就赶紧找来一根老固的绳子,并且喊来同伴 最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,终于将野猪拉上岸 但是,得救后的野猪并没有立马离开 而是站在原地深深地看了一眼自己的救命恩人 好像是在对男子表达感谢似的 这匹马儿被铁丝困住脚,无法正常行走 被男子看到后好心地解开铁丝 得救后的马儿弯下头,亲吻了一下男子 似乎是在表示感谢,这一幕令人感动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,欢迎留言互动 小小会每天翻看留言区回复,想看看更多